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同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投机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链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N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告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云影 继西南大旱预受地震之后 进入五月份 又一场自然灾害向我们袭来 南方的广东湖南江西等地 连续遭受到特大暴雨的袭击 多个地区的降雨量超过历史记录 而且根据气象预测 南方强降雨的天气未来还将持续 就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 南方多个地区再次遭遇了暴雨袭击 大风暴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呢 今天我们就先到灾情严重的广东去看一下 从五月上旬开始 暴雨继续肆虐中国南方各省 广东省持续降大道暴雨 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天上比这些都是汪洋的 那些都水流很急 二楼就满满的 这边水满的 强降雨代继续游北往南推进 广东 魏州 东莞 深镇 博山 兆季 清源等式将继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过程 总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有65个 玉北地区有7个观测站 测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 最大雨量为411.3毫米 而广州市出现的暴雨 因雨量多与强大 范围广被广东省气象局 连续冠以三个历史罕见 那么如果是更强的话 比如说100毫米的话 可能就是拿着一桶水 直接这样子倒下来 这种感觉 特大暴雨几乎将整个广州城 陷入一片汪洋 5月8日 仅仅在12个小时之内 降雨量超过213毫米 这相当于广州城 往年整个五月降雨量的70% 广州市中心城区严重内浪 内浪点达到118个 其中89处为新增内浪点 44处严重水劲 因强暴雨天气 导致山洪倾斜 泥石流掩埋铁路线路 经广县韶桑段铁路线路 遗度中断 数百名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 126班航班延误 新的雷雨不断地在生存 导致到整个机场被雷雨覆盖了 持续了六到七个小时 暴雨过后 无论是广州的老城区 还是新兴CBD 都出现了严重的水进阶现象 阳鸡 龙口溪 林河溪等交通要道 几乎变成水塘 道路堵塞 行车困难 直接导致工心族们上班迟到 经过暴雨洗礼 广州几乎变成了水塘 在路上开车就像开船一样 寸步难行 我们的员工当天回来上班都是躺着水 很多都是互相掺服着 这样子走过来的 引排水系统之下 在广州多处住宅小区 车库或停车场变成了水库 在广州清河区中海康城小区三级 记者看到 车库被附近的车坡河泳水倒灌 导致整个车库被淹没 在车库入口挤满了车主 此时车库里面水已经没到杜西岩 很多车辆已经没到只剩下一个顶了 而河冲的水仍然在往车库里倒灌 我这边是报警啊 我五千人不安全啊 八百个车位五六百台车在里面停着 据说到四点的时候 跑下来的时候车已经是全部没到 我现在就在停车场的出口 现在可以看到 停车场的出口离车被冲之间 只有一面通透的围墙隔着 业主跟我们说 这次水浸体而是因为河冲倒灌所致 车主们反映 车库里面停有四百多辆小车 除一辆凯迪拉克越野车逃出之外 其他车辆全部被淹没 经济损失有数千万元 除非你买了那种要有什么叫涉水险的 但一般的一般的普通人不会买那种 全部就像他用机油洗一个澡 然后电路呢基本上也全部得换过 全部得过程就非常慢 这种费用是相当大 对啊 暴雨侵袭后 广州市多数发生激劳 水进阶等现象 部分地下车库被水灌满 车辆纷纷遭遇磨点自在 建成了泡舱车 道路上停放着各个修理厂家的救援车 保险公司的赔骨车 以及被拖出来的车 很多市民的反应 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暴雨会有这么凶猛 车子并没有从地库提前取出 被大雨浸泡过之后已经基本报废 第一天消防车来抽 他抽到半夜可能是说人头数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根本就没有吃来抽的 或者是些我们这些商铺啊 住的啊 没水闹啊 闹了最后才消防车来抽水嘛 搬了两个小时了 基本上是垃圾的 没用 我这个可以找哪里陪吗 5月12日下午 暴雨再次袭击广州市区 由于适逢周一上班高峰期 造成广州市区相当一部分主干道售俗 给上班一族带来不少麻烦 举步完全统计 此次暴雨至少导致1.3万辆汽车报废 广东保险业供接受近日暴雨灾害相关保险报案数 22,211件 初步估计损损失金额4.27亿元 其中 涉及车险报案数1.824万件 初步估计损失金额1.7亿元 涉及农业保险报案数1,172件 初步估计损失金额802万元 涉及其他保险业务的报案数 2799件 初步估计损失金额2.49亿元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大气科学的这个理论的话 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汽积聚在这个广州的上空 那么又是什么机制 什么样的机制 使得这么多的水汽的话 降到那个地面上来 那么这个的目前的这个大气科学是很难解释得清楚的 变化多端 毫无征兆 在各种指标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产生骤然巨变 关家们将这一次大雨吸尘 归结于著名的鄂尔尼诺现象 即太平洋赤道带 大范围内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后 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一种气候现象 而这种失衡的现象 一般2到7年会出现因素 突然的爆发 破坏力巨大 成为了这种现象的潜入特征 气象部门运測 在短暂性接系后 奥运渐渐将再度袭来 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 就是让这些所谓的灾害性事件 变得更加极端 有强度 变得更大 化来的频度 发生了变化 本来来三次五次了 现在变成七次八次 为什么说我们建了一个五年亿 十年亿 二十年亿 如果我们很快就突破了 频频突破呢 可能就跟这个有点关系 刚刚进入五月 广东的南方地区就早早出现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这在往年是很难想象的 气象专家把重大殉情的主要的原因归结为厄尔尼诺现象 但是城市里多处内涝和严重积水 也暴露出了在基础设施上的不少的缺陷 地处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应该说 并不缺少应对强降水天气的经验 怎么会在这场大雨中 却显得力不从心呢 来看一下 防范意识不强 包括我们这个政府 这个主管部门 知能部门 防范的这个 这个特大 这个 这个灾坏天气的这种意识 不过不太强 大雨围城过后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召开会议 异常犀利的批评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防范的漏洞 直指防范意识不强和城市建设诟病 由后来防范 这出现了被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缓件的 风雨灾坏 这方面 我们这根弦拉的不及 统计显示 5月中旬以来 广东多个地区遭受强暴雨侵袭 暴雨首先造成了交通瘫痪 广州的一些主干道 如广州大道 广源路等 有的地方水深净达三米 车辆行人被困途中数小时 部分地铁线路停运 200多辆快速公交车被困 白云机场138个航班被延误 经济损失超10亿元 两场暴雨连接拷问 广东城市建设盲点 这里是广州的主干道 广州大道 常常的广州大道 铺上了新的立青路 但是铺上了新的立青路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新路和老路中间啊 形成了一个大概有三厘米的一个落差 那么一旦遇到暴雨的时候 那么就会形成低洼地 形成低洼地自然就形成了积水 落雨大 水进阶 作为沿海城市广州 经常遭遇洪涝灾害的袭击 其特点便是人们说的水进阶 2009年至2010年 广州市安排了9亿元资金 对中心城市228个 较严重的水进阶黑点进行整治 已完工176个工程项目 专项这里的主要内容 是青梳堵塞管道 增大排水管径 及建设必要的排水泵站 以增大管道的排水能力 然而这些防御工程 在遇到几十年一遇的降雨时 几乎完全失效 现在为了港工程 我们就在原来路面上 再加一层沥青 路面很漂亮 但是当这个铺器上的沥青 放到路上去的时候 那么整个一条路的这个标高就改变了 当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 都平均的增加一公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旁边的道路怎么样 人心都就暖了 然后旁边的那些土地就降下去了 其实它也暖了一厘米 如果汇水面积足够大的时候 原来水是可以流走的 那一厘米的水流不走了 如果汇水面积足够大的时候 它流到低瓦地的时候 就变成非常大的烙灾 同样经历这场暴雨 为什么有的道路车型流畅 有的却大道变大河呢 为什么有的地下停车场安然无恙 有的就一片汪洋呢 袁启峰说 这种差别显现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不平衡 这里是广州的珠江新城 CBD的核心区域 1992年珠江新城开始正式的规划 规划的面积是达到6.19平方公里 那么规划的人口 预计是达到了17万到18万 那么如此大的面积和如此众多的人口 仅仅是拥有着唯一的一块 绿地就是珠江公园 那么90年代以后我们有什么新的公园呢 有 也不错 但是呢 没有那么多 那么你就会看到 其实在这种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种城市里面 暴雨比较频繁的城市里面 这种城市建设用地和公园和生态绿地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旧城去学习 我们的新城建设显然显出了人类的贪婪 在袁启峰教授看来 当工程的措施无法穷尽水患的时候 生态资源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而倾盆的大雨可以进入公园 水塘 湖面 滞留雨水停留的时间 然而 由于城市化速度的突飞猛进 便没有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留下空间 灾难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郭敏尔还跟我们管制了一点下 他也是靠近海边的 他也是应该移水也是比较多 广州实际上是可以借鉴的 广州搞寿津公园 就是城市里面雇很多很小很小的公园 这种公园里面 它的目的有多方面 但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泄洪 排洪 就是那天上来的移水 在专家看来 暴雨考验的是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市政设施的达标性 和开发商配套建设的质量观 5月7日在车杯冲附近的中海康城小区 地下停车库 400辆汽车被河冲倒灌的大水淹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此次水禁严重的地方 就是在一些工程建设其中的地方 目前广州工程建设项目过多 很多水禁的发生 就是因为淤泥等建筑垃圾非法排法 堵塞了排水管道 致使地下水倒灌 加剧排水困难 大家现在已经都认为 就是这个河冲堵灾造成的 这个所谓几十年不遇的 这个其实是人类造成的 这个关系 2009年 广州市出台了方案 投入将近500亿来整治 大大小小的河冲 然而在5月6号和7号的大雨当中 河冲当中的水却涌上了街头 那么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已下了一个小时以后 差不多全部下了有两个半小时 但是当时下了一个小时 这地水都慢慢地长高起来 长到满起来了 路上的水下不了了 就往下倒 往下倒就大得很快 人都走不了了 人都都沿了大腿 大腿还沿起来了 要没有抓住 这栏杆走就走不了了 市民们介绍 暴雨固然来势汹涌 但是大雨来袭时 广州很多停车场 没有设置横结式排水管 也没有设置适宜容量的抽水泵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大水把自己的汽车吞没 最多清洗空缸之内 以后的东西我们怎么算 它应该是一个系统 或者是一个网络的概念 所以我们核冲整治 我们可能重点整治了某几个核冲 但是并不是所有核冲都整治 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 可能有些核冲防空标准很高 但是有些可能是弱下 倒垃圾堵塞 核冲两片硬化 让水无法正常渗透进入河岛 或者是让水先进入排污管 再进入河冲 而在排污管内早就被垃圾堵塞 水根本就没有流动 甚至是某些工程返修新建石 将河冲堵上 这都让河冲在大雨面前不堪一击 在很多专家看来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与大雨围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千亿法而动前生 不能用这个倾向掩盖那个倾向 用这个工程掩盖所有的别的工程 不能为了短期的目标 去施起长期的利益 袁启峰告诉我们 国家对城市主干脑要求的排水能力标准 是一年一遇 但这个标准是很久以前制定的 与如今城市发展的规模已经不相适应 近年来南风地区强降雨天气增多 像这次强暴雨的降雨量 最多是接近每小时100毫米的水平 城市的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应当适当提高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韦晓鸿认为 暴雨正好暴露出广州应急体系的不完善 气象部门仅提前一小时预警 而涉及城市公共管理的部门 如市政 交通 公安也没有及时联动起来应对 他们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应急等级划分的问题 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如果针对不同突发事件 相对于广州这种城市规模 划分应急等级 政府就会有相应的应急措施 实际上的话呢 我觉得城市化这个进程 就是一个人类不断的侵蚀 这个自然的过程 其实城市的扩展以后呢 城市占用的土地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生态的用地 成为稀缺的产品 所以说如果我们还是采取在那种 自然环境很大 人很少的情况 那种思维来建设这样一个城市的话 可能就会被误导 这场大雨可以说 给广州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也许行车倒比人行到高几公分 平时感觉不到有什么不方便 但是在罕见的大暴雨前面 这点不起眼的高度 就成了重要的缺陷 暴雨激烙是国内众多城市的顽疾 通过广州的经历 还能发现哪些值得吸取的教训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事实上呢 就在4月22号 就曾经有一场大暴雨 使广州全市出现了12处的内涝 部分地段的水深达到了15厘米到1米左右 而在5月8号和12号的大雨 强度更大 造成的内涝损失也更严重 百年难遇的大雨是偶然的 但是每次偶然都倒至内涝 这其中又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呢 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月14日 西密伦大暴雨再次袭击南方南湖 江西广西等省区 部分地区出现险情 湖南出现今年陆区以来最强降雨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 全省10个站点降雨超过100毫米 各别地区甚至达到233.9毫米 暴雨中 淮化等多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 江西中备湖 南昌 九江 英潭 宜春 上摇等地40多个县市 遭遇新一轮强降雨袭击 部分城市出现积水 内闹点 新一轮强降雨时的广州贵林 柳州 莱滴 鹤州 河池等地出现中大到暴雨 局部有大暴雨 或者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广西气象台发为预警 由于下雨比较集中 城市可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内涝 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尹志院长告诉记者 这次华南地区强降雨造成城市内涝 一方面是这场暴雨确实比较罕见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城市 在市政规划设计方面的缺陷 大概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国家的市政设施的标准 长期以来是比较低的 据了解 在此次遭遇暴雨袭击的广州等地 排水管道的设计标准 多为一年至两年一遇 即便是新城区的排水管道 也是按三年一遇的标准建设 这样的标准显然根本无法应付 这次几十年一遇的强降雨 我们这个标准定的是比较低的 但很多城市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地表建设标准来定 这个雨水系统的这个排水能力 那么你突然赶上这么一个五十年 或者甚至是百年一遇的 这样一个顺势暴雨 那肯定会有再旦性的后果 不过引致院长认为 这个标准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 因为提高太多的话 一方面会是投资增加非常大 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另一方面也会挤占大量的地下空间 工程防护是一部分 但是你也不可能在工程防护上无限投资 说我任何一条盘域管道 我都要做到百年一遇 那个是不可想象的 那个 你就是等于说 我一百年可能用人一回 上月时间那个管道扔在那儿 那也是一巨额浪费 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市政研究所 研发中心主任赵东泉告诉我们 每个城市都希望用最少的投资来解决排水问题 而提高标准就意味着投资要成倍的增加 在目前投资不足的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城市排水管网的管理和维护 也就是说是我们一方面要重视这个规划上去提高标准 尽可能提高标准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在运营管理上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它的整个运行水平 要在日常就能发现 管网的剥弱点 然后去做改造维护 甚至是更新 然后这样的话就合适 我们可以让整个管网的运行效果达到更好 对城市排水管网的投入到底怎么计算 才能够计科学经济 又能最大限度的确保城市安全呢 专家们给我们提供的思路并不是异想天开 事实上自打城市诞生的那一天起 排水问题就困扰着城市建设者 大家在这上面也想了不少的办法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并且还在不断的尝试 用更新的科技手段来寻找最确切的答案 与记者了解 在发达国家 由于对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高度重视 和有效管理 城市内涝发生率很低 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 普遍采用了用数字化手段 去提高管网养护的效率 比如借助一些在线的监测 和专业的模型分析 去制定科学的养护计划 使得地下管网始终在最佳状态运行 另外赵东泉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在做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时候 还停留在静态的推断上 而在美国和欧盟 在相应的一些规定和手册里面 它是在大于一定区域之后 要求要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去做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我们静态规划方法 不能全面分析整个复杂网络的 这样一个弱点 这样就是防态有微软 实际上是我们预先用计算机 去做一个很低成本的一个防针 去告诉我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 如果我们一旦建成之后 那几千万成几个亿就投下去了 在抗洪排水方面 法国巴黎走在世界前列 地下排水系统长达2347公里 规模远超巴黎地铁 下水道四笔清洁 管道通常 中间是宽约三米的管道 两旁是宽约一米的 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 由于拥有通畅的排气系统和纯净的空气 甚至被当作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 全巴黎约有2.6万个下水道盖 6000多个有编号的地下蓄水池 1300多名专业维护人员 如此发达的排水系统 使巴黎可以从容地面对一般的大雨 乃至暴雨 巴黎人将排水系统当作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成为公共安全和城市功能的重要保障 这不仅是一种公共意识的细致入微 毫里谨慎 更是政府危机规避意识的具体体现 不少国家还在城市建设中 采用透水砖铺装人行道 增加透水层 减少硬质铺装等措施 在德国汉堡 城市有容量很大的地下调蓄库 洪水期有很强的调度水量能力 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地下蓄水 既保证汛期排水通常 又实现了雨水的合理利用 另外 德国的氯化率非常高 也减少了雨水浸流 它是软硬结合的 一方面它的硬黄和标准 略高于中国 另外一方面 它最重要的是有一个 非常完善的保险体系 所以它燕完也就完了 保险公司很迅速的理赔 它就重建家园就完了 尹志院长认为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 几乎是每天都在变化 但是在一个个光鲜漂亮的城市下面 却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 特别是城市应对恶劣天气的设施 严重不足 这个问题带来一个反思 就是中国现在逐渐走向富裕 按说每年投在城市建设上的投资量 也在迅速的放大这个数字 那么能不能少做一点政绩工程 少做一点形象工程 使得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力 确实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这可怕是值得重点反思的问题 实际上天上大雨倾盆 地上积水成河的景象 不仅出现在五月的广州 我们看到这几年 每到雨季 不少城市都遭遇过这种尴尬 在国内的城市建设当中 排水系统滞后 已经成为一项公园的短板 和高楼大厦 立交桥高速度比起来 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排水管网 看不见摸不着 给城市形象填不了多少分 但是它却是一座城市 离不开的一根生命线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了它的作用 何况随着眼下各种极端天气增多 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的灾害考验 有逐步升级的趋势 城市建设者在防灾体系上的投入 更不能打折扣 这即包括了经济投入 也包括管理上的投入 百年不遇的大雨发生的概率 可能只有1% 但是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存在着缺陷 它就会100%的演变成一场灾难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地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